NBA球员大多数都真性情,他们喜欢在采访当中毫不遮掩,得袒露自己的心声,所以NBA记者从来都不是一门容易的职业, 因为他们的采访,随时都有可能翻车,下面就让我们细数NBA采访当中的四次翻车,一、欧文,我和詹姆斯的事情与你们无关,在欧文转会凯尔特人之后,凯尔特人为其举办了盛大的新闻发布会,会上,欧文不厌其烦,地回答了众记者的问题,但在一位记者,提到他与詹姆斯的关系时,欧文老脸一黑,怒吃道, 就算我们之间有什么,也跟你们毫无关系,随后,他又补充了一条简短的答复,这只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,尽管在座的大家都想知道,但它仅仅只是我们的私事,很显然,詹姆斯与欧文不合的事实已经实锤了, 二、科比,谁TM说我今年退役,早在14-15赛季就流传着胡人名宿科比要退役的消息,而在胡人迎战活塞的新闻发布会中,真的有那么一位记者问科比,是否真的会在这个赛季退役,而科比则给了那位记者一个死亡之凳,并打道,谁TM说我今年退役, 对我来说,打完下赛季完全不是一个问题,这次发布会的内容,最终被胡人随队记者,塞雷纳温特斯写在了推特上,三、维德,我想争冠,但不想白拿总冠军,瑜伽的采访一直以搞笑,辉协助称,他在NBA最前线的一次,与维德的问答当中用调侃的语气问维德,为什么不选择去勇士呢? 这个问题,瞬间点燃了维德的怒火,维德坐在了沙发上淡淡的回答,我想正观,但不想白拿总冠军,此话无疑是剑指当今联盟抱团的风气,一人就敢对一个联盟,不得不佩服维德的硬气,四、格林,你有没有同情心? 15-16在计计后在勇士首轮对上了火箭,在G4当中勇士凭借一波又一波的三分羽击败火箭,将大比分改协为3比1,而一名中国记者,却拿此与休斯敦当地的洪灾作梗,他问格林,去年勇士造访修城的时候,G3没有洪水你们赢了,G4遇到洪水你们输了, 而今年休斯敦又遇到洪水,你们则是在G3输求,G4迎求,而这一无聊的问题,直接被格林打断,格林是问他,你有没有同情心?你这种做法真是太糟糕了,假如我是休斯敦人,我肯定会尽可能帮助灾民,人民可是在受灾,有人可是失去生命了啊,别再问我这种问题了,真的很糟糕,这位中国记者,可谓是丢脸丢到了郭文。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